千万别给孩子吃各种天下地的辣条了 请兴兴看完我这个视频 保证你自己在家也可以做出一样的味道 首先准备半斤腐竹 一定要冷水泡发一个晚上 切记一定要冷水 不然是泡不开的 泡好之后再捞出给它控干水分 油温五成热 放腐竹下锅煎 给它煎至八面金黄 小口慢煎 煎好之后捞出备用 另起锅烧油 倒入蒜末小米辣 再给它炒出香味 再放一勺辣椒粉 一勺盐 一勺五香自然粉 一勺白糖来提鲜 最后放一勺牛肉精粉 没有的话可以不放 但味道久定是少一点意思的 等翻炒均匀之后 放一勺生抽 一大碗忘情水 再放入煎好的腐竹 盖上盖子小火煮两分钟左右 抖收碗汤汁就可以了 最后出锅之前 撒上一点黑黑的白芝麻 家人们 这样做的辣条 整顿楼都能闻到香味 小灰的朋友 赶紧收藏制作吧 您学会了吗